我希望大家真的要冷靜理智客觀去求真求證 大自然它本來就充滿著能量 而這個能量它不是單純的一種熱能 這些能量它是充滿了愛 也是充滿了創造力 它本來就是存在的 這個不是盲信迷信的問題 盲信迷信你根本感受不到 那用練氣功的那一套 那是用有違法用自我在練 你練的那只是用自我在練 老子不是要我們去練氣功 而是希望我們用無為的方法 你客觀的去感受這些宇宙本來就存在的真理思想 所以為什麼要我們自虚即所淨讀 為什麼要我們用無為 你越是用自我去練 你練到後面你很容易就變得很狂傲 因為你看我練出來 這些能量它本來就存在 而且你用自我去練的 那反而還是有一種火氣 而這種大自然它存在的 這種慈悲大愛的能量 它本來就存在 它是無火之氣 那個字你們知道嗎 我在講課裡面 我有把那個字有用出來 這種能量它是充滿了愛 一個人他身心很疲憊的時候 我們說他身體就好像那個電池 快沒電了 手電筒快沒電了 汽車充電式的那個汽車 或是用汽油的也是一樣 快沒能量了快沒電了 大自然就會補充能量給我們 你真正懂得休息放鬆休息 大自然就會補充能量給我們 要知道這一種能量這一種氣 不是一般食物物質層次的能量而已 不是那種物質層次的能量 我們身體需要兩種能源 一種是從食物攝取過來的營養能量 比如說我們吃白米 吃大麥小麥小米 我們吸收裡面的多少卡的卡路里能量 但是要知道這些是屬於物質層次的能量 如果你的心 你的身心 你的生命沒有吸收另外一種能量的話 你這個生命會怎麼樣 不只疲憊會掛掉 一個人如果他畢骨幾天沒有吃東西 他還可以活著 還可以活著哦 如果一個人 你的生命沒有吸收 沒有接受大自然這種無形能量的補充 你的生命沒多久就會死掉 而這方面呢 這個無形的能量這個氣呢 是要你在全然放鬆的情況之下 才會補充進來 所以為什麼要睡覺 除了讓身體休息放鬆之外 很重要一點 就是在天地父母在補充能量給我們 你必須要在很放鬆的情況之下 如果一個人他睡眠品質不好的話 就算他睡了好幾個小時 他白天起來還是怎麼樣 無精打采啊 無精打采他睡眠品質不好的話 就算你給他什麼再營養 再豐富的食物飲食 他吃的很多 會不會有精神 還是沒有什麼精神啊 不是補充了那麼多營養能量動能充電 不是給你很多能量嗎 你為什麼還精神不好 要知道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就是在吸收另一股無形的能量 你不一定要充分睡著 你只要充分的放鬆休息 人在全然放鬆休息的情況 大自然天地父母就會補充能量給我們 所以我們說 稍休息個片刻 或是打個盾 午間中午的時候 精神不好 如果當他坐下來休息 打個盾 就算五分鐘十分鐘 他會感覺到像什麼 充電 瞬間充電 只要你真的有全能放鬆休息 這時候 天地父母 那一股無形的能量氣 就補充給我們 有這個氣 有這個能量 你就會覺得 又有能源了 所以說精神好 這些都是事實啊 不要搞黃性 不要搞迷信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 天地對我們都是在愛護我們 呵護我們 給我們很多的愛 給我們很多的能量 如果人真的逐漸的了解 天地是什麽 了解道是什麽 我們就會逐漸來到 天 人 合一 道 法 自然 你的生命會很輕鬆 而且你活得很安心很快樂 如果 你一直用自我意識在運作 一直的衝衝衝 好了 你停不下來 你越衝 你的身心越繃緊 你就 積累更多的疲憊 因為你一直在衝 處在繃緊的情況之下 包括睡覺 你都沒有好好地放鬆 休息睡覺 所以你的身心就會越疲憊 積累久了 你的體力就一直透支 就算你在休息的時候 因為沒有全然放鬆 所以天地父母要給我們能量 也只能夠很勉強地給你一些 這就像因為你的管道堵塞 所以你休息很長 但是還是一樣 因為你的繃緊沒有放鬆 所以你的管道就堵塞 所以 同樣 天地父母給我們很多的能量 但是你 吸收到的就很少 所以你越沒有放鬆 擔心東擔心西 你的睡眠品質越不好 你白天精神就不太好 或是你休息的時間就要更長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在睡覺 就是在吸收一種天地的體股能量 而這個能量不是你練氣功所能夠練到的 你用有違法去練 用自我去練 你練的是一種所謂的 比較剛強的那種氣 而不是無火的氣 這種無火的氣這個能量 它就是需要你要能夠來到自虛極 手靜度 放開 放鬆 對生命的信任 對天地的信任 而這些呢 你可以 用很客觀 不帶成見 用很客觀的立場 很客觀的心 來實驗 如果你越是帶著成見 因為你帶著成見 你不信 你就繃緊 繃緊 所以你就感受不到 所以練習著 自虛極 手靜度 放開放鬆 然後你就可以 慢慢地感受到 包括你有時候 躺在床上 休息睡覺 你真的很放鬆 你就都可以感受到 你工作疲憊 忙碌 好 你坐下來 什麼都不想 完全很放鬆 一樣很快 你就可以 為什麼可以恢復疲勞 恢復疲勞 不是說 那時候再給你吃個便當 你吃了便當之後 還是會昏沉 是你在徹底放鬆的時候 天地父母 這時候你在無偽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夠吸收到 那股能量 所以為什麼老子 一直要提醒我們 要懂得無偽的奧妙 這樣了解嗎 有的人 他會感覺到 我從小的家庭怎麼樣啊 我沒有充分得到愛啊 我很缺乏愛啊 所以不知道怎麼去愛別人啊 變成冰冷 或是因為內心不安 又用不安的心靈 去對待別人 所以別人的痛苦 自己的痛苦 他覺得他沒有感受到愛 也不知道怎麼去 真正好好的愛家人 只要你能夠真的放開放鬆 就像剛才大家在練習的這種情況 你就會感受到天地父母 給我們哪一種溫暖 溫馨 哪一種大愛 這一種能量 這就是給我們能量 給我們信心 給我們生命的活力 你就會感受到 那是真實的愛的流露啊 所以你就會體會到 哇 原來這是真實的存在 你會感受到 我到哪裡都是浸泡在愛的世界裡 天地父母大愛的能量裡面 那你就會感覺到很幸福 很溫暖 所以你的生命 你就會因為你感覺很幸福 很溫暖很溫馨 所以你會覺得 我不需要跟別人計較什麼 我不需要去傷害別人 我不需要去跟別人勾心斗角 因為我已經得到很多的愛 好 那再來呢 我只要好好的把我的生命意義活出來 我有什麼優點 我有什麼擅長 我就把我的優點擅長 我所能夠做的 就做出來來利益社會 來為人民服務 為國家服務 為人類服務 所以這會形成一個很良性的循環 這方面呢 有帶大家 再進一步去練習 去體會 什麼叫做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但是 我真的要跟著我 Louis 的 是 是 很貼心